超餐厅88元一份的海皇粉丝宝在家就能复刻 粉丝记得要提前泡水 但是不要泡得太软 怎么能少揉最爱的大虾呢 做起来又方便又好吃 简单的焯个水 粉丝捞出淋入生抽入个底味 想要吃到小锦同感粉丝 配料表一定要记住 胡椒是这一王的点心之地 油可以多一点放入虾头 挤压一下 那虾的风味变得更加浓郁 大蒜的香气 谁能不爱啊 倒入甜品处理好的配菜 再放入粉丝 如果拌坡匀可以用剪刀剪开 最后放入虾仁 淋入料汁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怎么样 做法是不是很简单 真的是有手就行 肚子饿的时候 来上次爱粉 谁那么不爱啊 尽到爽滑的粉丝 一大口下去 还能吃到脆嫩的蔬菜 再来颗西竹味道Q弹的小球 快 做给你爱的人吃吧